2月21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对外发布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现场回答媒体提问。 近日,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决定对中国刚制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欧委会的立案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方对此做法及后续有关调查方法,表示严重关切。 2月15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决定对中国刚制轮毂发起反倾销调查。 本案申请书的内容在申请人产业代表性,中国钢铁和能源市场的状况,中国产品对欧盟产业的影响等方面,缺乏准确性和充分性。 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规定的立案标准。 欧委会的立案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中方对此做法及后续有关调查方法,表示严重关切。 高峰指出,欧盟刚制轮毂产业推测中国产品可能对欧盟产业造成损害威胁没有事实依据,有关反倾销调查将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损害欧盟消费者的利益。 实际上,欧盟产业销售稳定,就业增长,库存下降,投资扩张,总体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中国不是欧盟刚制轮毂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中国产品是欧盟市场多样性的有益补充,不会对欧盟市场造成损害。 有关反倾销调查将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损害欧盟消费者的利益。 高峰强调,中方一贯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希望欧委会恪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义务,审慎处理该案,避免影响双方产业的正常贸易和良好合作。 中方将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